欢迎开始 那么我们接着上周给大家说的内容 当然上周我们讲到了关于FTD的 看一下这个目录啊 讲到FTD的关联到FMC 以及FMC的设备管理 包括这个FTD的接口 路由以及平台设置 包括这个reusable object 重复的一些参数 重复的一些属性的一些调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讲的 包括这个接口的配置 路由的配置 对吧 然后平台的设置 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通过SSH 去修改这个FTD的SSH的信息 然后呢 去修改相关的超时的时间 这些都是在平台设置里边 去给大家介绍的 然后呢 我们又说了这个reusable object OK 好了 我们的这个FMC呢 关于FTD默认呢 有相关的这个object的信息 方便我们调用 方便我们调用 对吧 对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 FTD的控制防控制 以及NAT的设置 那么OK 我们先来 看一下这个接口信息啊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网络的联通性啊 好 接口信息 我们修interface 可以看到我们当前FTD的接口的信息 到了 事先呢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注册到我们的FMC 注册上去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修interface 是IP brief 好 这些接口呢 是我们上周做过的 OK 而且我没有改动其他的配置 那么G联口是我们内部 连接内部区域的接口 10.1.1.10 G1口呢 是DMZ的 G2口呢 是我们的Osset 分别使用网站是10.1.1.10 1.2 这个172.16.1.10 以及2.2.1.100.1.10 OK 之后我们可以查看一下路由表 当然在FTD上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查看 showroot OK 方式和我们的这个防火墙 进的防火墙是一样的 那么可以看到一条默认路由 下降指向的是2.2.1.100.1.3 然后呢 我们去测试 经过部署 经过添加 之后我们去测试网络联通性啊 那么这个文具测试 拼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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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通 为什么不通呢 我们看一下底层啊 修VLANBreeze 0-1画的VLAN10 0-2画的VLAN20 0-3画的VLAN30 不通 我们再测试一下 拼172.16.1.2 这个通的 拼2.2.100.1.3 拼outside 通的 拼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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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路由应该也可以通 好 3.3.3.3 这里 修IP Innerface Breef Innerface Lowby0 Rp Ajus 3.3.3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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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我们再去测试 好 这个通了 然后现在就拼不通 这个10.1.1.1 需要RPN的 Breef 我们看一下R1的 什么问题 啊 这个这个 重启了 这个这个配置没有 给它重启一下 现在我清空一下 嗯 稍微有点慢 当我们重启之后 通过去测试直连链路的联通线 还测试完了之后 我们去当路由的配置 上周已经讲过了 对吧 然后我们的FTD 它也支持动态路由协议 这里包含的是RIP OSPF BDP 包括RPV6的静态路由OSPF V3以及BDP 都是我们FTD对支持的 好 怎么去查看这个支持的情况 点到这个routine的选项里边 那么这里有OSPF V2 V3 当然了V2是我们的RPV4的 V3是RPV6的 当然RIP RIP它也是支持的 V1 V2都是支持的 包括BGP 包括其他主播的一些路由协议 比如说RGMP 对吧 那么这些都是支持的 OK 这是FTD关于路由的一些设置 当然我们已经把这个配置已经部署好了 对吧 之后呢 我们再去测试这个3.333 已经能够正常访问了 代表我的默认路由已经添加好了 然后我们上周呢 又说过这个平台的设置 platform的setting 里边主要包含的一些 比如说Banner SSH SNP 这些网络管理协议 网络相关的一些功能呢 都是可以在这个platformsetting里边去调整 去设置的 OK 然后上周我们给大家演示了一个 演示了一个 Sher Secret Share SSH 对不对 同时又演示了一个Banner 那其他的 关于这个分音片的设置 数据真的设置 以及HTTP的设置 那么还有Syslog Timeout 以及Time的同步 NDP的设置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platformsetting里边去添加 没关系 坐这里吃 不好意思是吧 好 然后我们测试的结果呢 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台TED PC 通过一个PUTIN 通过SSH 登录的FTD 当然这一点呢 比较类似于经典防火墙 通过配置管理类型的反空的列表 对吧 好 以及这个Consulte的Timeout 这个NAT的Timeout 以及连接的Timeout 也可以在这个平台设置里边去修改 那么和我们的经典防火墙 这个Timeout 后边加相关的参数 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OK 此次操作界面不一样 好 包括这个Reusable Object 那么比较类似于经典防火墙的Object 或者说Object Group 那么它可以把一些重复使用的变量 或者参数呢 去定义 去通过Object去定义 方便我们后面做实验的时候 去调用 那么这一块呢 通过调用Object 或者说调用Object Group呢 可以同时调用多个选项 多个参数 所以说呢 增加了扩展性和灵活性 这也是关于这个FMC上面ReusableObject这个选项可以支持的一些功能 当然我们今天呢主要给大家介绍防火控制以及NIT 当然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防火墙的AssessControl 比起我们经典的防火墙的AssessControl是不一样的 它经典的防火墙通过访问控制列表来实现访问控制 OK 那么也就是说最主要的运动的工具是ACL 那么ACL呢 可以通过流量委员组这几个元素呢 去匹配做我们想要抓取的流量 之后呢去做Permit 或者说Denight 或者说Log OK 这些相关的行为 OK 当然这是经典防火墙防火控制的功能 当然在FirePower功能的一些设备上 比如说我们的FGD它具有FirePower的功能 当然它可以实现的是FirePower的防火控制 那FirePower的防火控制又有哪个特点 当然首先要理解啊 它基于Policy来实现的 那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嵌套 因为我们的FirePower的功能呢也是支持Policy的嵌套的 OK 那讲过这个嵌套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嵌套 之前我们说过这个MQC架构 以及防火墙的防火墙的MPF架构 都通过我们的相关的工具 比如说SL ClassMap PolicyMap ServicePolicy OK 最主要用到的三个工具 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是ClassMap ClassMap 那么我们可以把SL 放到我们的ClassMap 下面就建议去关联 到了ClassMap呢 又会调用在我们的PolicyMap下面 那PolicyMap呢 又会调用在我们的Interface 或者说Global下面 来实现了一个嵌套的防控制 对吧 那么这是MQC或者说MPF架构都可以实现的 允许嵌套 但是呢 我们的ACL呢 静点防火墙的防控制能力呢 是不支持嵌套功能的 OK 那么也就是说你通过防控制列表 匹配书 留着五元组 匹配书相关流量 要么Permit 要么Delay 要么Log 对不对 定义行为 OK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 它不支持Policy的嵌套 但在Firepower功能的设备上面 它是支持Policy的嵌套的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Policy1 Policy1 在Policy1下面 我定义了几个规则 比如说Rul1 Rul2 Rul3 对吧 Rul3 那第一个规则 我放行的是SMP HTTP的流量 第二个规则 我放行的是HTTP 第三个规则 我放行的是FTP 假如说我现在在Policy1下面 定义了三个规则 这三个规则 分别放行的是R3P HTTP 以及FTP 这些相关的协议 相关的服务 对吧 那么现在 我在Policy1下面 把Policy1作为副项 它也可以添加一个子 子的Policy 也就是说一个指向 比如说Policy1 调用Policy2 它Policy2调用的是在调用在Policy1里吧 然后我再去添加三个规则 比如说Rul1 Rul2 Rul3 然后放行一个什么呢 放行一个TCP的 放行一个UDP的 放行一个什么呢 放行一个SMP的 对吧 SMP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 在Policy1这个副项的策略里边呢 我就放行了三个规则 OK 允许了三种协议 R3P HTTP 当然在Policy1为副项的指向里边 我又添加了一个Policy2 Policy2关联到我们Policy1 当然Policy2呢 我也放行三个规则 当然总体来看呢 当我们的一个数据包过来 当数据流量过来 它首先应该查询的是Policy1 OK 发现这三种流量 之后呢 发现Policy1里边还有个Policy2 当然也会去查询这些规则 也说总体来看呢 我们的一个数据包过来 要查询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包括Policy2的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OK 也说所有的规则都会用在 我们的流量的这个匹配 流量的查询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嵌套 当然我们在Policy1下面 也可以去创建不同的指策略 对吧 指策略 比如说Policy3 Policy4 都可以 可以吧 那么这是FirePower FirePower 那允许嵌套的这个概念 允许嵌套的概念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 我们的AccessPolicy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怎么去查看 怎么去查看FTD上面的 AccessControl的Policy 那第一个 我们点Device 点Device的Management 点击BestPolicy1 当然BestPolicy1是我之前定义的这个策略呢 是3.1 我们之前FTD注册到FMC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创建的一个策略 BestPolicy1 那么也说在这里我们DeviceManagement找到这个FTD注册的这个选项 然后呢旁边有一个AccessControl的Policy 我们使用的是Policy1 当然这个策略呢 是必须要添加的 OK 是个B选项 也说默认是没有的 我们需要在注册的时候去添加一个 当然默认的行为呢 都是BlockAllTraffic 可以吧 那么也说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主策略 是一个负向的策略 可以吧 之后我们再来往下看 点击这个BestPolicy1 之后呢会出现这个选项 OK 这是我们一个策略的选项 策略的面板 可以看到啊 上面有一个Rule 对吧 一个Rule 还有一个Secreted Intelligence HTTP的Response Response 以及Advanced 那么在每一个策略里边呢 都有这四个选项 那每一个选项里边都可以添加规则 都可以添加策略 来实现访问控制 对吧 那比如说第一个Rule 我们看一下这个Rule 那点到这个Rule呢 它会有一个Mandary的 BestPolicy1 也就是说这个名字 针对这个Best 基本的策略1 的一个Mandary选项 还有一个Default的选项 但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 也有优先级的 马上我们往后去呢 可以给大家介绍 那么现在先了解一下这两个选项 也说每个规则里边都有一个Mandary 以及Default的Policy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默认的Action DefaultAction 是Block All Traffic 当然这是在我们注册的时候添加策略的时候 默认勾选的 对吧 当然这个也可以更改 那么也说每一个规则面板里边都会有Mandary 以及Default 还有DefaultAction这几个选项 对吧 好 那么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我们也可以查看怎么查看这个BestPolicy Policy选项 Access Control 找到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点这里 Policy Access Control 找到什么呢 找到我们的Policy的面板 Policy 看到没 然后现在有一个BestPolicy1 它是针对谁的呢 针对于FTD的 来定义的 反应控制策略 可以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点这个更改编辑的这个小铅笔这个图标 然后进入到这个BestPolicy1的面板 当然和我们刚才第一种方法是一样的 OK 看到这个面板都一样的 只是进去的方式不一样 那么可以通过Device Device Manager Device Device Management 点击BestPolicy1 去添加或者修改相关的规则 也可以通过Policy 以及Access Control 选择我们的访问控制策略 进去编辑 都可以进去 OK 都可以进去 到了 我们也可以通过 Show Run Access List Show Run Access Group Show Run Access Control Config 这三条指令去查看我们策略所限制的访问控制的流量 那么这些呢 我们没有添加任何规规则的时候呢 这些都是我们默认的 OK 都是我们默认的 好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录游器处理完好 什么情况 我没删掉吗 好 上了 我直接default吧 节省时间 好 Interface F0-1 F0-0 NFA0-0 RPCS 10.1.1.1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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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加一条默认路由 到10.1.1.10 那 为了方便测试 我们把Vty 现成做密码检查 对吧 不做密码检查 好 现在呢 我们在FTD上去访问 内部的用户也是可以正常访问的 拼 10.1.1.1 对吧 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测试我们FTD和FMC他们的联通性 当然在这里去测试拼192.168.1.245243 在FMC的地址 这是拼不通的 我们之前也说过 OK 由于管理服务和什么数据流量是分开的 所以说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去测试 拼System 192.168.1.243 看到这里能够正常通讯呢 就代表我们FMC和FTD 他们之间的联通性可以得到保障 之后呢我们再去修Manager 查看那个注册信息 查看注册信息 那么确保这里是Completed OK 正常注册 完成注册 我们才可以进入到我们FMC的操作面板 去针对于我们的device第一种方法 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种方法 查看这个BestPolicy Device Device Manager OK 好这里有一个FTD1 设备名 对吧 hostname 然后呢 使用是rooted模式6.1的 对吧 6.1的 然后我们创建的这个Access Control Policy是FTD FTD 当然你可以点这个FTD 好 这是我们的Access Control FTD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 它对应的这个选项的面板 那Rules Rules里边呢 有Mandary 有Default 还有一个Default Action 可以吧 DefaultAction 那Secret Intelligence里边呢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需求呢 去定义不同的流量 去做相关的防控制 那么还有一个HTTP的Response 就是说通过这个 咱们去访问web的界面 它回复的一个面板 我们也可以自定义 对吧 都可以自定义 包括这个Advanced 那么关于这些参数 这些选项呢 也可以去调整 比如说我们调整一些general setting 对吧 编辑一下 比如说我们调整SSL的策略的 编辑一下 或者说这个prefilter policy 编辑一下 网络分析入侵防御策略 也可以编辑 都可以去调整 达到我们工作的需求 或者说考试的要求 OK 好 这是关于FTD 这个策略啊 这个不是主题名了 这是我定义 针对FTD这个策略的信息 对吧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policy OK 选择policy 有个access control面板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专门查看access policy的 去调整 当然了 登录的界面呢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OK 好 这是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access control 它的欠套的这个结构 以及如何登录fmc去选择我们的策略 然后如何去查看我们的策略的面板 那么里边包含哪些内容 OK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FTD上面干嘛呢 是 show running config access list 看一下默认的防控的列表 好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默认的防控的列表 看到没 很多吧 好 csmfw firework access list 这一个系统默认的名称 OK 那么remark什么root id root的id是998 然后是prefilter list posit policy 然后呢,咱们看这里,at once的选项里边默认的是放行的IP in rp,n,n,ok 那么什么叫IP in rp 那么是不是相当于gre的流量,对吧 就是说一个rp包里边再封装一个rp包 那么还有一个gre的流量也是放行的 也是放行udp的,对吧 当然了,它有一个端口的范围 进行去放行的 那么这些都是默认的策略,default的策略 可以吧,default,ok 当然默认的action rule是 deny IP in rp 就是我们的block all traffic 可以吧 这些都是我们默认的防控的列表 在ftd上呈现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show running config excess group,看它调用的情况 那么调用在哪呢,调用在global 比如说所有接口 都要按照我们默认的防控的列表去执行 对吧,去执行 好,再来看show running config 不是show run config了 show access control config show access control config 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去看 看我们的相关的这些策略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访问控制策略的配置 描述 ftd名称 默认行为block OK,block all traffic 那login的configuration 没有开启log 没有开启log 无论是开始一个连接 还是终止一个链接 关于log的产生 都是关闭的 对吧 都是关闭的 那么还有secrete Intelligence 针对这个名誉的过滤呢 我们有个网络的 白名单 白名单 名字呢 是global whitelist 这也是个默认的 然后呢 zone 是any rp count 基于这个名誉的过滤 没匹配到包 然后还有 黑名单 黑名单呢 log的功能已经开启了 这也是默认的 DC的功能也是开启的 包括这个block block OK 还有什么呢 关于url的list的过滤信息 这些都是 关于这个secrete的 intelligence 智能的安全 安全分析 可以吧 它可以针对一些违规的 或者说有些负名誉的 名誉不是很好的一些流量呢 做一个白名单黑名单的一个处理 当然它也可以针对一些url 非法的和合法的url呢 也可以做一个 处理 OK 那么这是关于第2个选项 这个secrete intelligence 里边的默认的策略 对吧 好 再来看 advanced setting advanced setting里边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通用的设置 里边url的长度 最多是10 1020个 对吧 最多1020个字节 OK 那么还有什么呢 bypass的超时时间 bypass的超时时间 以及监控流量的应用 那么这些 都是 还有这个文件 以及这个恶意软件的设置 这些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 show access control config 去查看这些默认的设置 当然这些设置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 进行去更改 进行去更改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文件的 以及恶意软件的设置 那文件类型的监控的限制 最多14602次节 我们也可以调的更大一点 对吧 调的更大一点 以及cloud lookup的超时时间 两秒钟 啊两分钟吧 应该是分钟吧 这个单位我记不清了啊 咱们来看一下 在哪个选项里边 Advanced setting里边 发展的 Marewell 网络入侵策略 下边没有这个fire 那没有 在这 在这 好1460 对吧 咱们看一下这个单位啊 这个是一个字节数 这个是 这是一个连接数 啊 这个是个字节数 监控的文件类型的监控的字节数 可以调整一下 及 这个dns的查询 cloud 的查询 咱们不是说过这个文件恶意软件保护吗 那么它是通过一个公有云 你发送到公有云去做查找 去做匹配的 所以这个超时时间呢 是两秒钟 当然如果说你感觉了这个两秒钟 你的网速 不够快 两秒钟 太少了 也可以更改这个时间 ok 更改这个时间 那么这些都是关于这个mail 这个这个什么呢 高级的设置 选项里边包含的一些 系统的一些配置信息 ok 那么还有什么呢 interactive block html 然后这也是关于这个html的形式 做一个block的行为 这些都是 都是我们这个选项里边 可以去调整的一些参数 方便我们工作当中的使用 对吧 好 这是关于一个策略里边的四个选项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四个选项呢 去定义 或者说去修改 相关的参数 达到我们的目标 达到我们的目的 好 好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就来说一下这个access control policy 那么当一个数据包抵达一个ftd 的时候 那么经过我们的这个访问控制策略处理 那每一个策略呢 啊 里边有需要去添加 或者说 去增加一些相关的规则 那么去放行 或者说去拒绝相关的流量 那么怎么去定义 好 那么我们可以去 定义一个access control rule 一个访问控制的规则 当然这个access control rule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原目IP 原目端号 以及协议 对吧 应成协议号 来或者说基于URL 以及基于用户 这些 选择 来实现访问控制 那比起我们经典防护权的流的五元组 这个选择的 条件又更加多一点 对吧 更加多一点 那么作为一种层次化的防控制策略 那么我们的这个access control 的policy呢 允许继承或者嵌套 好什么叫 刚才我们也说过这个继承 对吧 我刚才说过 一个负向的策略 一个指向的策略 指向的策略会继承 负向的策略的相关的规则 那么也可以实现嵌套 那么也说也可以插入到我们的这些 防控制规则 然后来进行 实现明细的防控制 那么看一下 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个access control policy 去创建一个新的策略 那比如说我现在创建一个 呃 来创建的 在这 选中 ok 我现在再去创建一个 好new policy 点new policy 我现在定一个名字啊 定一个名字 当然我现在可以选择这个 策略 那么也说这个 FTD的策略是我之前已经创建好的 那么我现在再去创建一个 比如说 FTD 这个名字怎么去设置更加的容易理解呢 啊 FTD二吧 第二个策略 可以吧 第二个策略 那么现在呢 是FTD 这是一个主用策略 这是一个负向的策略 我们也可以把它关联到 那FTD这个策略里边 可以吧 ok 那么选择设备 我的名字是FTD1 过去 调用 保存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在这个 基础上 这个FTD的基础上又创建了一个子策略 对吧 又创建一个子策略 当然这里会有个提示 啊 针对于这个设备呢 已经指定了一个策略 已经指定了一个策略 你想继续 保存 改变吗 啊 我们 yes Apply一下 对吧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就 创建了一个FTD2 对吧 咱们来看一下这里 是不是又多出来一个Mandary 又多出来一个default 那默认不就有两个吗 一个是Mandary 一个是default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 一个是Mandary的FTD 主策略 副项的策略 一个是Mandary的 一个是default的FTD 那么是不是继承了我们的副项策略的相关的信息 对吧 那么之前呢 我们创建了这个 FTD 是不是底下呢 下拉选项里边有一个FTD2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FTD 创建这个策略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两个 一个是Mandary的FTD 一个是default的FTD 对吧 当我们选择这个FTD-2的时候再去看一下 是不是他出现四个 OK 一个FTD Fault FTD 这个Mandary 针对于这个FTD的策略的 OK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default FTD 那么这是我们的负向的策略 那么指向策略呢是Mandary FTD-2 Default的FTD-2 对吧 也说多出了几个规则 但如果说在这个FTD的策略里边我们添加了很多规则 那么同样 我们的这个指策略呢也会继承这个负向策略的相关的这个防控者 S 啊 那个default的FTD-2 为什么排在上面 这个 他们一个不能下吧 这是default的开始啊 指向策略 那也就是先匹配FTD-2 然后再匹配FTD 对对 他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 第1个第2个第3个第4个这样去去排的 OK 也就是说在这个默认的策略里边只策略优先 对吧 指策略有限 好 那么就说我现在创建了一个新的策略 对吧 这个策略呢 继承的是我们的主用的策略 负向的策略 那么同样的其他的创建的在负向的策略里边创建的防控规则呢 也会被继承过去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ccess control的规则 那么access control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选项 一个是mandary 一个是default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个 啊 术语的一个解释 好 那么set control的规则呢 分成 mandary 强制吧 相当强制吧 单词 翻译过来 21 是不是强制 不认识 应该是强制 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 是强制吧 看来我这个六级还不是水货 哈哈哈 强制的可以吧 强制的 好 那么mandary 强制的策略 强制的规则 什么的默认的两种类型 对吧 强制的肯定要优先于默认的啊 优先于默认的 那每种类型的规则呢 可以分成相应的指类 啊 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相应的指规则 对吧 那么由用户自定义 当然 你是不是要定义这个指规则完全取决于啊 这个个人的这个习惯以及这个 需要 ok 这个需要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方案规则 针对数据包的处理分为哪几个过程 总共有几个过程啊 先来说一下 有 入一 入二 入三 入四 default action 五个过程 那了解一下这五个过程的一个处理情况 那么当数据包过来 首先呢 进入到 我们的FTD FTD呢 会监控 会monitor 会监控 进入的 incoming packet 比如说ingress的流量 可以吧 会监控这个流量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注册啊 然后 去评估 评估流量 然后去monitor的规则呢 去跟踪以及log 开启log 这里有没有网络流量 但是呢 不会 对流量 起任何作用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流量 当前流量 只是去监控 去产生log 可以吧 也就是它行为呢 就是monitor 监控 以及track 跟踪 或者说log 这些流量 但其他的策略是做不了的 OK 只能够支持这几个行为 那么系统呢 会continue to match traffic against additional rules 然后我们的系统呢 会继续匹配流量 之后呢 之后呢 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规则 trust 如果说这个流量是合法的 OK 不是非法流量的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第二阶段 第二个规则呢 就直接去干嘛呢 扔给我们的目标地 目的地了 可以吧 也说不做后面的这些检查了 OK 那么如果说 不是被信任的流量 不是被信任流量 进入到第3个规则 可以吧 第3个规则就是block 那当然block 也有相关的规则 那么如果说满足了block的这些条件 OK 那么直接是block掉了 block掉了 可以吧 那么如果说block也没满足 继续往下查询 继续往下查询 查询到第4个规则 第4个规则就allow OK allow 那么允许之后呢 又要被我们的网络discovered policy 这个网络发现策略 去检查这个策略 有没有定义什么样的一些 行为 那没有的话 或者说有的话生效 没有的话呢 就直接继续检查文件策略 给吧 文件策略 当然这个文件策略呢 可以配 也可以不配 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 叫fire 什么malware 这些功能 文件过滤 文件抓包的功能 以及 乐意软件保护的功能 那么这一块呢 如果说你配的话 然后 匹配了流量 可以生效 应用策略 不配的话 继续往下检查 检查什么呢 我的malware 恶意软件的 OK 文件恶意软件的保护的这个策略 之后呢 继续检查我们的入侵防御策略 当然入侵防御策略也是可选的 也是可选的 OK 取决于你购买的lux 如果是有这个功能呢 我们在这个入侵防御策略上也添加了相关的行为 那么流量呢 依然需要查询这个策略 可以吧 最后扔出去 最后扔出去 OK 那么这是第四个 第四个 如果说也不mudge allow 里边定义的条件 继续往下查 继续往下查 那么就到了我们的default action 可以吧 default action 那么default action依然要查这个network discovery的policy这个策略 之后呢 再去查我们的入侵策略 OK 再去根据于我们的这个这个默认的行为去转发到目标 网络 或者说目标主机 那么 一连串的有几个规则 监控规则 信任 不信任 OK 也就是先监控流量看这个流量是不是 信任的流量 信任流量直接扔出去 那不信任的继续往下查 看看他是不是block的流量 那么block流量直接叫不掉 对吧 如果不是block流量继续往下查 看看是不是allow的流量 也说有没有满足我们这些策略 OK满足了之后我们扔出去 不满足的话继续往下查 查询default action 可以吧 查询 针对我们的这个默认的行为 来去处理我们当前 不满足上面几个查询的流量 可以吧 OK 好 这是关于这个 策略 sess control rule的这个过程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英语的注释 英语的注释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好 再来看一下 rule 第6个 当规则在sess control policy 它也会被number 比如说被定义为这个顺序的 第1个是 starting at 1 可以吧 starting at 1 那比如说我现在 有很多规则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底下有些规则 那比如说这里有两个规则 可以吧 有两个规则 那流量过来先匹配第1个规则 这叫starting at 1 可以吧 所以第1个规则没有满足 或者说这个条件没有满足 没有流量匹配到 继续查询第2个规则 可以吧 第2个规则也没满足到查询我们的默认规则 对吧 那么这和我们的防控列表的这个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一样的 首先呢 这些规则呢 也会被排序 那么最 数字最小的顺序 比如说 1和2 那么很显然我们的这个 数字最小的优先 可以吧 当然了 系统呢会匹配流量 到防控制列表的规则 从上往下的顺序去匹配 OK 从上往下的顺序去匹配 那么在大多数情况呢 系统呢会 会去处理网络流量 根据我们的第1个防控制规则 给吧 到了 当所有的这个规则的条件呢匹配到这个流量呢 我们第1个规则的条件都匹配到这个流量呢 我们就会走第1条 那如果说匹配不到的走第2条 第2条也匹配不掉 依此往下 实在不行 走的是default action 可以吧 和我们防控制列表的这个功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配置一下基于firepower的access control 那么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呢我们来配一下 好 之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接口和路由的配置 但是呢不同的安全区域之间并不能互访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21 内部用户我去Telnet 2022100.1.3 去访问外部用户 这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因为没配策略 但默认呢我们经典方向前是不是可以的 正是TCP 穿越 维护状态化信息 可以放行 对吧 但是在FTD上是不可以的 这一点是不同于经典方向前的 OK 那我们也可以去试一下 什么玩意 按错了 好 我们也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DMZ用户 202.100.1.3 这个也是不行的 对吧 也是不行 当然外部用户更不用说了 也说咱们做到这一块呢 不能够拿经典方向前的一些默认的策略来去比较 来去衡量我们FTD的这块产品 对吧 那么他们是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一点都不一样的 对吧 只是实现了功能 也说我们的经典方向前可以做的 FTD也可以做 那么firepower FTD也可以支持 OK 以及其他一些管理特性的FTD也没实现 但是呢 他们的操作界面以及工作原理都是不一样的 OK 那么现在奥萨用户呢 我去拼什么呢 拼内部用户也是不行的 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呢 这里需要我们去定义策略 定义规则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定义一下规则 好 不同的安全区域之间并不能互防 那么现在呢 我们通过编辑我们定义的这个策略 来实现什么呢 Inside和DMZ可以互防 OK 那么通过这个实例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firepower的防控制该怎么去创建 那么创建新的策略 那名字呢 我刚才已经创建了 当然这里呢 我就不用这个名字了 就用FTD-2 对吧 那么继承我们的FTD的防控制的规则 并且呢 添加加新的防控制规则 实现 Inside用户能够防问 Outside Outside能够防问 DMZ的 Telnet 以及R2的 Telnet R2不就是我们的这个 DMZ的用户吗 Telnet以及 HTP的服务 对吧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这个要求啊 看这个图了 看这个图 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在FTD上去配置 Access Control 那么现在 FTD上不是有一个 副项的FTD的策略吗 当然底下呢 有一个FTD-2的策略 指策略吧 两个 然后呢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的是需要在FTD这个策略上 放行内部用户去访问DMZ DMZ呢 去访问内部用户 内部用户 对吧 然后呢 我再通过 定义FTD-2这个指策略 来实现我们的外部用户 能够访问DMZ区域的Telnet 以及80 以及80 这两个服务 而DMZ呢 能够访问 是inside 能够访问outside 而 这个outside 能够访问DMZ 这两个需求 可以吧 这两个需求 那么再来看一下 第1个需求是inside 和DMZ可以互访 第2个需求呢 是inside能够访问outside outside能够访问 R有DMZ的Telnet以及htp的服务 依然是这个过程 inside和DMZ可以互访 对吧 inside可以访问outside outside可以访问DMZ的80和23 这两个端口的服务 OK 这是我们的需求 当然 我们需要在 FTD的这个策略上 放行inside和DMZ的互访 然后在FTD-2 这个指策略上 放行inside 访问outside outside能访问DMZ的80和23的 端口 的服务 可以吧 这是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个要求 实验的一个要求 OK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定义啊 怎么去定义 我们先来定义这个FTD的主策略 那么在这里 我可以去通过编辑 可以吧 编辑 FTD这里添加规则 OK 这添加规则 我们看一下这个 PPT 怎么去添加规则 add rule 可以吧 add rule 增加一个 当然这里呢 那我是在FTD这个策略上去添加的 那么为了实现inside和DMZ 他们之间能够正常互法呢 我这里需要去添加一个inside到DMZ的 名字的 这个规则 OK 然后允许 allow 两个区域 一个是DMZ 一个是inside 可以吧 然后我们可以inside的到哪呢 当然 默认了是没有这个inside的 第一次你配的时候 是没有插入到这个mandary 默认就是一个mandary 可以吧 那如果说你更改规则之后呢 需要插入到哪里 需要牵到哪里 那么这里需要去调整顺序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into 哪一个mandary 去去 排列他的顺序 OK排列他的顺序 那么我们添加规则是inside的 可以正常访问DMZ 同时呢 编辑这个名称 指定这个区域 以及定义相关的行为 同时开启log的信息 以及相关的注释 这些都是给大家来介绍的 好 那我这里呢 添加的是 首先inside 去访问DMZ 那么inside呢 作为我们的source DMZ呢 作为我们的destination 也说最终结果呢 当然是这样的 对吧 两个区域 内部 和DMZ区域 能够正常互防 当然这只是一个单向的 只是一个内部去防DMZ 可以放心 OK 到了 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network 然后network呢 我们也可以去定义一个 比如说landinside subnet1 我们定一个网段1 然后匹配的是inside的用户 10.1.1.0 24位 对吧 保存 OK 然后 再去定义一个目标网络 lan dmz subnet1 然后172.16.1.0 24位 两个网段通过object network 给它定义好 可以吧 定义好 OK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写网段 你也可以去命个object 然后包含我们这个网段都是可以的 OK 那么 先用一个 然后override 是什么 做什么 这个 allow override 允许这个 覆盖 在object之前你有 你有添加过列表的时候 它已经有了 你这样讲上去 它允许覆盖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两个 两个网段 对不对 一个是inside的原网段 一个是dmz的原网段 两个用户 两个网段的用户都可以正在互房 OK 要说第一个zone 我们先添加好内部去防御dmz 第二个网段network 我们定义了两个不同的network object 之后呢 匹配出我们内部的10.1.1.0.24位 匹配出dmz的172.16.1.0.24位 之后呢 指定为原 指定为desmission OK 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log怎么开 当然log呢 可以开什么呢 log 针对于一个连接的开始 我们开启log 针对于一个连接的中指 我们也可以开启log OK 也可以开启log 当然还有一个invent view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连接的建立 或者是断开的log信息 发送到fmc 我们也可以通过fmc的这个 Healthy Liberty 关于事件信息的选项 去查看当前的事件信息 都可以的 OK 都可以的 好 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描述 做一个描述 comment 也说 这几个选项的一些参数呢 都会给大家介绍到 好 很重点呢 我们都会介绍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添加一个规则 看看怎么去添加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面 直接add rule 也可以在这里直接add rule 两个地方 add rule addcadget add rule addcadget 都可以 那么创建一个规则 名字呢 就叫 la inside to dmz 对吧 inside to dmz 好 然后谁作为员呢 run 这里 OK 它默认是一个into mandatory 对吧 into default 那manary优先 我们就放到manary 强制规则里边 OK 然后run呢 我们把这个inside作为sauce outside呢 不是outside dmz呢 作为我们destination 两个区域 你要发现哪 哪两个区域的流量 这里首先新 首先应该去定义好区域 定义好区域 之后network network 当然这里有没有10.1.1.0 二十四位的网段 没有吧 有没有172.16.1.0 二十四位的网段 都没有吧 可以吧 这里默认的network的object 只有这么多 但是呢 都不满足我们的要求 那么我们这里也可以去添加 定义一个 比如说名字为 landinside su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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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网段是10.1.1.0 二十四位 OK 保存 好 找一下object是不是定义好了 定义好一个网络类型的object 再来定义一个 什么呢 land dmz subnet 一 地址呢 172.16.1.0 二十四位 sub 可以吧 sub 好 订阅好两个object OK 之后 当然我们这个sauce和design 也可以输地址 比如说 10.1.1.0 二十四位 你就省得用这个object 可以吧 172.16.1.0 二十四位 是不是都可以 问题吧 当然也可以通过object 下来的去作为这个筛选的条件 那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land inside作为sauce network landdmz 呢 作为design network 你吧 OK 好 再来看 再来看 这两个选项 之后呢 我们再去调整 调整log或者说调整command 当然了 中间还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 vlan tag 那么想打tag 也可以通过定义规则 对吧 针对于我们的流量呢 打个tag标签 然后还有用户 我们也可以去定义相关的用户 相关的用户 基于用户来实验防控制 那么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对吧 相关的协议 对吧 针对于什么邮件呀 或者说游戏呀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新闻啊 pac的文件 等等 都可以去做相关的防控制 基于应酬的服务来实现应酬的过滤 那么这也是一个选项 但还有这个port通过端口号来实现应酬的防控制 OK 包括URL 针对URL来 来做过滤 可以吧 来做过滤 包括这个什么呢 SGT 通过联动RSE 通过这个安全的主标签 来实现过滤 都是可以的 好 包括监控 监控 当然我们要针对于入侵防御策略 要定义什么样的策略 监控什么样的 文件类型 那么在这个选项里边 也可以添加了 那么log呢 那么可以针对于开始 中止 断开 对吧 那么都可以 以及发送到这个FMC 或者说发送到我们的Syslog的服务器 以及SNMPTRAP的 SNMP的server 都可以添加 比如说我发送到SNMP的server 然后再发送到SNMP的server 发送到Syslog的server SNMP的server 以及FMC 都是可以去选择的 对吧 选择的 好 那么commit commit 当然这个描述呢 你可以随便定义一个 比如说 this rule for traffic from inside to DMZ 随便写一个 OK 做一个描述 做一个规则的描述 OK吧 这是一个规则 我们就定义到这 定义到这 之后呢 我们add add OK 先是不是一个规则添加上去了 对不对 好 通过条件名称 为insight到DMZ 原区域 insight 目标区域 DMZ 原网段 landinsight subnet 好 目标网段 也就是说 10.1.1.0 172.16.1.0 VLATAC 没打 基于用户的策略 没写 用程过滤 没做 可以吧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呢 基于端口号来实现过滤 原端口目标端口也没定义 122过滤 没添加 RSE 以及SGT的属性 也没选择 行为呢 allow 行为allow 然后后边还有这些选项 我们一个一个看 比如说这里 入侵防御策略 没定义 可以吧 没有定义 那么fire policy也没定义 那么这些打白色的啊 都是没定义的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FTD都有这样的功能 比如说CF search 安全的搜索也没写 那么包括这个YouTube YouTube也没定义 然后这里呢 定义了一个什么呢 策略 log的策略吧 log的策略 可以吧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策略 第一个规则添加 到了 添加完了之后 还需要让我们的规则生效 通过保存 先把这个配置 running config 放入到我们的nvram里边 之后再deploy 部署一下 部署一下 你看我们刚才定义的策略 对不对 定义的策略 那么deploy 部署到FTD 好看一下这个部署的结果 还没部署 现在只是15% 应该我说FTD的什么需要双方座 双方座 需要双方座 对对 刚才进来方向不一样了 往后 再复制作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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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完成 好 不如完成了 我们之后测试一下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用户1去访问用户 Insta的用户 比如说我去Telanet172.16.1.2 都可以进去了 OK 所有的流量都放行 对吧 输一个拜拜 还有DNS解析 特别慢 我们现在再去拼一下172.16.1.2 也通了吧 OK也通了 然后我们再去Telanet172.16.1.2 80 80不行 80 80我这里要开一下服务 RpHTBServer 80是不是也可以了 好 443 43 看一下 RpHTB Secured Server 好 我们看一下Telanet172.16.1.2 那么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看 我从DMZ去访问Insta 拼10.1.1.1 也应该可以正常访问Insta 但是呢 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定义了一条规则 方向是Insta到DMZ 但是呢 发现这里 从DMZ的用户呢 去访问Insta 是完全无法正常访问的 对吧 包括Telanet 这些都不行 OK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在FTD上部署 和经典访问墙的操作 不一样 但是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想实现 Insta和DMZ互放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去定义一条 从DMZ到Insta 这个方向的防控制规则 来放行所有的流量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定义 怎么去定义 下来看一下FTD的配置 刚才FTD上定义了两个object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show runningconfig object 可以看到 定义的是一个 line inside subnet 10.1.1.0 line dmz subnet 172.16.1.0 之前是没有的 OK 之前没有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 show runaccess list OK 可以看到这个规则 是不是我们的防控制列表 允许的是 line inside 对吧 object是inside subnet 去访问dmz的subnet 对吧 看到这一块 我们的流量就放行成功了 流量就放行成功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 show access control的tobic 去查看谁呢 查看我们定义的规则 入inside.dmz 可以吧 inside.dmz action allow 允许的是 10.1.1.0 172.16.1.0 OK 原区域谁为原 inside为原 目标dmz 对吧 log的功能 都是开启的 文件的防控制没有开启 其他的 其他的 都是采用默认 对吧 当然还有一个描述 描述是 this rule for traffic from inside to dmz 对吧 那么这也是我们通过命令行 怎么去查看我们ftd的操作 ftd的操作 好 我们也可以通过修connection看一下 当然现在是没有连接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tellnet到dmz的用户1.2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ftd有没有这个连接 是不是有这个连接 OK 原 10.1.1.1.0 一个随机的高端口 到目标 172.16.1.2 23号端口 outd时间5秒钟 之前数60个 flag uio uio 后边还有个大N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修connection 几条 查看这个大N什么意思 当然之前我们讲经典防火墙的时候 没有看到这个字母吧 没有看到这个flag吧 OK 大N代表inspected 被谁监控 slot 对吧 被slot监控 一个开源的入侵防御的一个系统 被slot所监控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连接是uio 看一下uio u是up 对不对 当前连接是up 然后i 大写的i 哪呢 好 i 叫initial 对吧 出什么的流量 u呢 responder 也说入方向的 这是出方向的数据流量 和入方向的 和回来的 去的流量 和回来的流量 状态都是up的 OK 保证一个连接的正常 可以吧 当然和我们的ac经典方向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ac in i呢 代表input的 OK data u呢 代表outbound inbound 这两个方向 当然 只是一个标识不一样 只是一个标识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的 原理都一样的 那a呢 代表我们被slot监控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链接的一个查看情况 当然会经典的方向的链接的查看呢 也应该会我们的ftd的链接查看 都可以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修一下 还有这个链接 对不对 那么当我这个链接断开了之后 再去查看 再去查看 这不就没这个链接了 对不对 没有这个链接了吧 OK 当然了这个链接的超时间 我们也可以通过ftd进去更改 对吧 那么超时时间在哪里改 之前我们也说过 在平台的设置里边 针对于系统的超时间可以去更改 好 我们也可以通过fmc 查看这个analysis connection的invents 在哪里看呢 在analysis connection的invents 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个 这个没有是吧 没有 没有时间信息 不代表它不发 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这个时间不同步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记录的范围是 5月22号3.08 到5月22号4.09 这个范围 那我现在呢 这是 5月22号5.13 比如说我们的tess时间 tesspc的时间和我们的ftd的时间是有冲突的 包括我们的fmc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 好 咱们当前的这是登录的时间 5月19号 这是5月19号 5月19号 showtime showtime 好 当前是 5月22号8点14 8点14 那么fmc呢 要不然不是怎么看啊 看这里 time 这是2017年5月22号4点10分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事件的范围太小了 对不对 不包含 所以说这个事件信息没有看到 我们调整大一点看看呢 这是5月22号4点10分 那么 我们的这个ftd的时间是5月22号8点14 调整大一点 start time 5月22号 end time 0点00分 开始 看一下end time 5月23号 给它来一个这样的 给它来一个这样的 看看 是不是有事件了 有了吧 这个时间范围足够大 包括我们当前的fmc 以及ftd的时间 所以说ftd产生的事件信息 发送到fmc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范围去看到 好 看一下这里 是不是一个 10点1点1点1 内部用户 去访问172点16点1点2 inside到dmz 对吧 一个什么呢 一个tcp的原端口1538 去访问目标端口23 然后应用程序应用协议是telnet 对吧 客户端是一个telnet客户端 那么刚才呢 我们又拼了一下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里事件信息都可以看到 好 我们也可以去 right click for menu 或者说这个 你可以通过新的窗口打开 也可以通过什么浏览器打开 我们看一下 专门看这一个事件 这是一个新的端口 那么把事件放到另外一个新的端口 然后还有这个 什么的 open in contact explorer ftd 这个 报表 看那个contact explorer 对吧 好 这是一个刚才我们这个流量的一个记录情况 正在加载 稍等一下 好 这些都是可以查询到的一些信息 那我也可以点选中 比如说这个这是干嘛的 都点点看看 好 这是单独的去看这个 这还可以编辑呢 Connection event 可以编辑查看的一些条件 查看一些条件 好 然后 再来看一下 好 那么这又回到我们的一个事件查看 连接事件 OK 连接事件 在FMC上怎么去查看这个事件信息 OK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我们刚才定义的一条访问规则 对吧 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 好 当然了 点击需要查看的条目 能够查看到相关的这个详细信息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Object去查看我们定义的这个Object 组 看一下 在哪里看呢 在Object Management 当然系统默认呢 是已经给我们添加了很多系统默认的Object NetworkObject 我们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 Any AnyIPV4 AnyIPV6 以及什么 IPV6的LinkLocal 这些都是我们系统默认的 当然在这一块 这两个就是我们刚刚添加的对不对 刚刚添加的 一个是用来匹配10.1.1.024位的红端 一个是用来匹配172.16.1.024位的红端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Object Management 这个选项去查看哪些是系统定义的 哪些是自定义的 可以吧 那么当没有这个编辑的小图标的Object 都是属于SystProvided系统自定义的 对吧 那么有这个小图标 代表我们这是我们自定义的 当然也方便我们排错 在这个Object Network里边 可以找到 可以找到 好 注意注意啊 经典的AC接口 有安全级别 和我们FTD他们之间比较呢 这里做一个汇总啊 那么经典的AC接口有安全级别 当然这个安全级别 SqLevel0到100 对不对 0到100 级别越高 这个安全系统越高 对不对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的outbound的流量 在经典方向墙 默认是允许放行的 inbound的呢 默认是denyout 拒绝所有的 可以吧 OK 那么FTD呢 接口没有安全级别 刚才们也看了吧 配置接口信息 并没有定义SqLevel吧 对不对 好 流量基于Access Control Policy 决定是否放行 也说我们放行流量 需要定义防御规则 允许指定的流量去放行 才可以实现两个不同的区域 能够做能访问 但是呢 在我们的经典方向前呢 你只要划分区域 定义通过这个SqLevel 那就能够自动的去实现 这个高安全级别到低安全级别的 outbound流量不能放行 低安全级别到高安全级别的 这个inbound流量不能拒绝 但是啊 FTD它的工作原理是需要通过 防控制策略来去定义流量 决定是否放行 OK 那当然返回的流量呢 依然需要通过防控制策略 进去放行 好 返回流量基于状态表放行 因此呢 做完上述之后 我们insight可以主动访问DMZ 但是呢 DMZ呢 不能够主动访问insight 那如果需要的话呢 如果需要DMZ的用户 能够主动访问insight 我们需要再去创建一个新的规则 那这个规则呢 我们再去定义一个 是DMZ可以访问insight的 当然定义的这个效果呢 和我们刚才定义的是一模一样的 OK 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添加一下 在哪 在这 还是这个FTD的策略 我们先在主策略 负向策略上面 添加两个规则 放行insight到DMZ 以及DMZ到insight 对吧 然后这里呢 再去 当然在这里能不能插入 这里插入不了 我们只有在这个addroot里边 添加一个 那名字呢 那我就DMZ to inside 可以吧 DMZ到insight 那Below 入一 也说默认 会放在第二个规则 第二个盘序 可以吧 那么Below入一 当然你也可以去 above 对吧 调整这个规则的顺序 调整规则的顺序 那么再来看 原这里变成我们的DMZ了 作为sauce 那insight变成destination了 这里调整一下方向 对吧 调整一下方向 network network 那么这里呢 我们已经创建好了这个object network 那么一个是land dmz又是landinsight 那么我们的原呢 依然是landdmz 好 landinsight呢 是我们的destination 对吧 destination ok 一个dmz 一个insight 好 再来看这个 这些我们都没有去定义 后面我们会去定义 再把这个log的功能给它开了 开始断开的时候 我们都要开启log 同时呢 也要发送到fmc 当然发送到fmc 这个勾呢 是默认呢 是已经开启的 ok 叫inventware 我们可以通过fmc去查看 好 之后add 添加 那么现在是不是在第二行 第二个顺序 添加了一个dmz到insight的规则 ok 让我们apply一下 再去deploy一下 看一下这个策略 这是ftdr 不是这个 在这里 ftdr 好 第二 我们先部署一下 等它部署好了 我们再来看效果 这个部署还挺快的 不会断 对不会断 因为它部署是把新的策略生效 没有改你的老策略 所以说应该是不会断 所以说应该是不会断 好 部署好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再去通过dmz的用户 r去访问谁呢访问insight的 你拼一个10.1.1.1 是不是可以通了 tellnet10.1.1.1 是不是也没问题 好 然后我把这个hdbserver开开一下 然后再去测试80 可以吧 再去测试43 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ok 那么也说我们通过新定义的第二条规则 来放行dmz去往insight的所有流量 对吧 所有流量 好 当然了这个实验呢 很简单 通过两个方向的规则 去放行两个区域的流量 实现两个区域能够正常的互访 当我们放的比较粗犷是nl任意的流量 对吧 好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在这个副项的策略 里边去添加的规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添加 再去添加 子策略 ok 通过创建一个子策略 去继承 副项的策略的方法规则 当然在子策略里边添加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去定义两个规则 当然这一块呢 我们就放行的稍微有点 严谨一点 比如说我们基于端管号来实现放行 基于rp地址 来实现放行 基于原端号 基于目标端号来实现放行 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通过更加严谨的放行流量 来给大家演示 ok 那么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之后呢 再来放行 这个inside去往outside outside去往dmz的相关的防控的流量 休息一点 针对于这个新的access control的policy我们定义一个指向的策略 然后呢通过这个指向策略呢去继承我们刚刚添加的负向的策略 对吧 那么怎么去定义呢 那么怎么去定义呢 先找到这个access control 好在这个size control里边有个ftd-2 到了这是我刚刚创建的刚刚创建的我们可以点这个铅笔的图标编辑 对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负向的策略 这个规则是不是已经被ftd-2这个指向策略给继承了 没问题吧 好 之前是没有这个策略的 我们在主向 负向策略里边添加了规则之后 那么指向策略里边也已经继承了 到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干嘛呢 我们需要去 针对于我们这个指向的策略呢 添加两个规则 添加两个规则 一个是inside到outside 对吧 好 一个是outside到dmz 我们先来看一下inside到outside这个策略怎么去添加 好 让我们的inside能够访问outside 这里呢 我们选择行为是allow 然后这个room呢 是inside作为原案 outside作为目标 OK 中央network network依然是我们的这个什么line inside的subnet 到了我们去outside的呢 这个我们就使用这个系统默认的object的network anyrpbs去往任意的网络 可以吧 任意的网络 OK 那么这里是一个inside到outside的一个访问策略 然后 针对login呢 我们也开启这个beginning以及end的这个链接 然后发送给fmc 我们可以通过fmc去查看 好 之后呢 我们再添加一个描述 这个room呢 是from inside to internet OK to internet 然后保存 之后呢 通过fmc呢 去查看这个事件信息 OK 那么这是第一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 第二个规则呢 我们添加一个outside的用户 就互联网用户嘛 对吧 去访问我们dmz的服务器 哪个服务器呢 telnet以及http的服务 OK 好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用户 这个名字 规则的名字 outside去 allow 然后dmz做我们的目标 outside做我们的source 然后怎么去添加这个端口服务呢 一个是telnet 一个是http 一个是23 一个是80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 还需要去指定 指定什么呢 指定我们的协议 当然你可以通过这个application 去指定 当然通过application 去指定的话呢 需要lacense OK 在ftd上是不需要lacense的 我们用这个smartlacense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pplication 去指定 也可以通过这个port去指定 都是可以的 OK 那么在ngrps上面 如果说你想通过这个application 应用程序去实现过滤的话呢 需要lacense 当我们考试的时候是没有lacense的 OK 那么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port 可以去实现过滤 OK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好 之后呢 开启log 然后添加描述 添加描述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添加的行为规则 OK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这个指策略 需要添加的规则 我们先添加一下 第一个 名字是inside to outside 可以吧 inside to outside 然后呢 rong呢 是inside作为原 outside作为目标 可以吧 然后network 那么我们的inside是line inside subnet 作为原 目标呢 目标呢 就是任意嘛 去访问internet any ipv4 作为目标 可以吧 那么这是第一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 那么实现内部用户去访问internet OK 那么这里login 我们catch 好 描述呢 这是 添加个描述 this rule is for inside user to internet 对吧 随便起个描述 只要能看得懂就行了 add 在第一个规则 看到没 只策略里边 OK 再来创建第二个规则 外部用户 outside to r 对吧 r是我们的dmz 对吧 dmz 然后呢 我们是outside作为原 dmz呢 作为目标 网段 outside 有没有定义啊 没有吧 那outside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这里怎么写的 any ipv4 这是outside 然后呢 这个是dmz server 1-r2 答了 这里呢 我们也需要去添加一下这个object 好 我先添加一个object dmz 匹配的网段是172.16.1.024位 当然这是匹配一个网段 我们这里匹配的是一个主机 一个服务器的地址 我们这里是172.16.1.232位 ok 32位 那谁作为原呢 any ipv4 sauce 谁作为目标呢 lan的dmz的2 可以吧 作为目标 看看这里是不是这样写的 1.232位 然后作为我们的server 可以吧 作为我们的server 好 之后呢 这个 通过这个pot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这个application 那么去添加我们的用户的这个应用程序的防控制 ok 那么通过这个pot呢 怎么去添加 比如说我们这里要放行的是http http 那么原端口 你就不用管 一个随机的高端口 大于 大于什么来着 1023 大于1023 随机的高端口 那目标端口号呢 我们添加的是http 以及tellnet 对吧 好 先找到这个tellnet 没有tellnet吗 搜索 这里有目标 tellnet 还有呢 http ok 这两个目标段号 给它做过滤 给它做过滤 之后login 启用log的功能 然后描述呢 描述 看看这个描述怎么写 什么rule for outside visit r 就outside 好随便写一个 意思意思 ok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已经添加了两个规则 一个是inside到outside 一个是outside到r 那么一个是任意到任意 ok 任意到任意 也说所有流量都放 一个是只放http 以及tellnet 对吧 然后我们要生效呢 先保存 后部署 然后再去部署 新的策略 可以看一下这个detail 对吧 看一下 就deploy 好看一下这个部署的结果 嗯 他那个对生命匹配的时候 先匹配ftd2 然后再匹配ftd 不 规则是从上往下的 一二三四 因为先继承的是ftd的 ftd不是有一个默认的距离 默认距离在这里也有啊 看到没 它在default当中是吗 对default action都有啊 然后default先匹配ftd2 对这个default先匹配这个 再匹配它 可以吧 这是默认的啊 默认 当然这个顺序也可以调整啊 然后看一下这个部署情况 这已经部署完了 部署完之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好 Instagram的去访问阿萨 阿萨什么二三 然后把这个服务都开了 我们看看其他服务都测试一下 http server 好 这样我们来测试一下 Telnet 2.2.1.1.3 是不是可以了 对不对 可以了吧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链接 show connection 对一个inside随机高端口 去往outside 2.2.1.1.3的23号端口 然后有个n 叫inspection by snot 对吧 UIO这个链接是没有问题的 OK 再来pink一下 pink 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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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是不是也可以通 对吧也可以通 然后呢 我们想看pink的这个链接表现 看看能不能看到啊 show connection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然后我们repeat一下 因为这个rcmp的链接表现默认是两秒钟超时 所以说这里我们需要连续拼 这个还没有ftd和经典方向墙还不一样 好 这没有show connection 好这个有 OK 这个有 可以吧 这是rcmp的流量 那么这里看呢 和我们的经典方向墙的 点接表现还是一模一样的 OK 只是操作方式不一样 明显还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去telnet 2.1.1.1.3.4.4.3 show connection 443也有吧 43也有 对不对 好 80 是不是所有流量我们都可以穿越ftd OK 这个方向流量全部都放 全部都放了 OK 好 那么这是 哎 这个 这我们的insight到outside 也说内部用户去访问互联网 去访问internet 这些服务都是开的 别人都不能放行的 然后我们换一个方向 我们从outside去访问内部 比如说拼10.1.1.1 这也通不了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 从internet的方向到insight的用户的方向 我们并没有添加规则去放行流量 所以说这个方向呢 这无法通常放行的 那tionnet也不行 对 tionnet也不行 但是呢我们添加了有一条规则是 外部用户去访问dmz r2的这个172.16.1.2的80和23都是可以正常访问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这个流量数据包是不是查询第一条没匹配 对不对 查询第一条是刚才我们触发的是outside去访问insight去访问10.1.1.1 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条有没有匹配 没有吧 第二条也没匹配 第三条也没有匹配吧 第四条 OK 匹配了outside到insight也没匹配吧 所以说呢 直接走谁呢 走default action吧 对吧 block all traffic 那么因为我们default这个策略呢 并没有添加 所以说直接查到我们的default action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再去触发一个外部用户去访问r 去访问dmz的r172.16.1.2 是不是第一条没匹配 第二条没匹配 第三条没匹配 第四条匹配了 看一下能不能按照他这个allow的行为去放行 我去tionnet172.16.1.2 这个可以吧 可以吧 OK 然后我们修connection 是不是可以 喂你吧 修connection 好 那么圆是我们的outside用户 访问目标 172.16.1.2 二十三号短口 OK 二十三号短口 再来看 再来看80 tionnet172.16.1.2的80 是不是也可以放行 也是可以放行的 对不对 我们修connection 80的也是没问题的 这是80 这是我们的一个随机高章口 好 再来看 再来看 好 我现在在R2上有没有开这个https 这位也开了https的 对不对 我们再测试一下https能不能正常访问 为什么呢 流量过来第一条不匹配第二条不匹配第三条不匹配第四条也不匹配走的是default action对吧走的是default action好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analysis connection event去查看我们的事件信息 也有默认的这个log弹出来的然后同时要发送给谁呢发送给我们的这个fmc对吧我们可以看到1.3外部的去访问1.2这是dmz的 outside的dmz然后目标端口是80目标端口是80然后呢你看监控的流量这个country中国china他也能够看到对吧能够看到然后还有这个inside到outside inside到outside这么多dmz到inside刚才我们测试的都可以通过这个event对吧connection的event的事件信息查看到对吧查看到OK 那么也就相当一个log信息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块呢去查看到我们当前的一个包括这个rcmp的也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个这个连接的情况 连接的状态 好这是关于这个策略的一个定义啊策略一个定义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策略呢会继承负向策略的规则 然后去通过这些规则呢去查询去决定流量能否正能放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object我们添加到object的选项 就runningconfigobject我们再添加三个一个是inside一个是dmz一个是r对吧r ok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去runningconfigaccesslist查看防空的列表 当然这里有默认的有我们手动添加的ok有我们手动添加的 那么这些呢是我们默认的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对不对 那么再来看我们的手动添加的第一个accesspolicyftd的policy mandarate的ok第一个规则mandarate的第一个规则门是inside到dmz 放行的是objectinside网站到objectdmz的网站也说10.1.1.024位去访问172.16.1.024位的所有流量都是让过的 也说这条列表匹配到了ok 那么第二条是我们的ftd ESSizePolicy访问控制策略ftd的策略 那么mandarate的第二条规则 放行的是dmz到inside 你把双方反过来双向放行 那么第三条是ftd-2的策略 里边的mandarate选项第一条规则是inside到inside 放行的是内部的去访问谁呢 去访问我们的a0rpv4的外部的a0rpv4的 也说内部用户去访问internet的所有流量呢都让过的 那么第二条mandarate第二条关于ftd-2的策略 然后放行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dmz的用户 一个是a0rpv4的用户去访问dmz的telnet的服务 可以吧一个是a0rpv4的用户去访问dmz的htdp的服务 okhtd服务 然后还有一个sizePolicyftd的默认的规则 那么这是我们通过命令行的形式去查看我们添加的列表 对吧 查看我们添加列表 ok 当然我希望大家能看得懂啊 要知道怎么去看 好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init的配置 对吧init 在ftd上 在firepower功能的设备上如何去添加nit 那么这里我们的需求是 对ftd 一我们刚才这添加注册上去的这些设备 做一个nit的策略 实现inside能够访问outside的流量呢做dynamic的pat 叫动态的pat ok 这是第一个需求 那么转换后的地址呢是我们的outside的接口地址 ok outside的接口地址是不是202.100.1.10 对吧 那么内部去访问外部 那么内部用户是不是10.1.1.024位 对吧 然后通过动态的pat转换转换成我们的原地址转换成202.100.1.10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需求 第二需求将dmz内部的r172.16.1.2 静态映射到outside2.2.1.100.1.2 也说第二需求我们是做的是static pat 一个动态的pat一个staticpat 对吧 那么我们映射的原是谁172.16.1.2dmz的用户 那目标转换后的地址呢202.100.1.2 对吧 来实现一个静态的pat的转换 那么这里呢给大家演示的是两种最常见的pat 一个是动态的pat 一个是静态的pat 对吧 那么这里又该如何去做 关于firepower功能的设备怎么添加nat的配置 怎么添加nat的配置 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找到这个nat的界面 那么从哪里找呢 device 设备 里边有个nat的选项 new policy添加一个 当然了new policy这里又有两个两个选择 一个是firepowernat 一个是threat defense的nat 那么firepower之前给大家说过 也就是说AC经典防火墙 with firepower service 好 携带这个具备这个firepower功能的经典防火墙呢 我们选择的是firepower的nat 这个选项 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操作系统是ftd OK 那么这里呢我们选择的是threat defense的nat 选择是下面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什么的ftd 对吧 ftd 那么我们很显然需要选择下面的这个threat defense的nat 来去部署nat的选项 好 之后定义一个策略 nat policy for ftd 对吧 之后呢我们选择我们的调用的设备 调用到我们的ftd 然后呢 接入nat 然后定义这个nat的策略 之后呢我们这里有一个policy assignment 比如说策略的指定 刚才我们在这一步呢不是做过一个策略的指定吗 指定到我们的设备ftd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里面 那里面呢策略的指定呢是有一个的 这代表一个设备 一个设备 对吧 好 那么入里边呢有很多 比如说nat的ru before in all to nat规则 nat的规则after 那么包括这些选项 原interface object 目标interface object 原地址目标地址 原网段目标网段 然后转换前转换后转换 之后的原地址 原端号转换 之前的原地址 原端号 这些都是可以去添加 可以去选择的 OK 好 那么我们之后呢 新建一个nat规则在这里 然后选择 auto nat rule 那么auto nat rule 代表着我们要实现的是动态 的nat 对吧 那么auto 对应的是 Dynamic 对吧 对应的是Dynamic OK 那么我们通过编辑什么呢 interface object 然后通过编辑这个translation 来定义 来定义nat转换之前 转换之后的相关的参数 好 我们可以这样选 比如说auto-nat的规则 动态的 动态的 对吧 这两个规则选择auto-nat 那么代表我们使用的是Dynamic 类型呢 为Dynamic OK 动态的nat 好动态PAT怎么配呢 insad 作为原 outside 作为目标 对吧 之后呢 我们添加我们的原网段 10.1.1.0.2的设备 那目标呢 是我们的原地址 designation interface IP 对吧 然后这个interface IP 是我们的这个接口的地址 转换后的地址 OK 转换后的地址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NAT的规则 NAT的规则 对吧 好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DNS 那么我们知道 在经典防火墙上 也可以启用DNS冲写的功能 默认是关的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启用DNS rewrite的功能 解决内部用户 无法通过这个 通过访问域名的形式 去访问我们的这个内部的HTP server的问题 对吧 那么这块呢 DNS rewrite 我们也可以去给它修改 给它启用DNS rewrite的功能 可以吧 那这个DNS rewrite 主要是解决这个 通过域名访问 通过DNS解析的 去访问内部的HTP server的这种问题 当然在工作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说你内部一个服务器 HTTP的 OK Web server 那么内部用户呢 通过访问地址 肯定无需之移 可以正常访问 可以正常访问 但我们内部用户 一般来说是不知道 我们的这个内部web server 地址 所以说呢 它需要访问域名 那么这个域名呢 又需要通过DNS解析 发送到DNS server 但DNS server呢 是需要联网的 去我们的互联网去查找 比如说Google的这个DNS server 8.8.8.8 对不对 然后呢 通过Google 这个DNS server的解析的信息呢 要返回给我们的防火墙 然后返回给我们的内部用户 但这块呢 由于没有启用DNS server 这个流量是过不去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启用解决这个问题 OK 好 最后呢 我们可以去部署 部署完了之后 一个策略就添加好了 然后我们去测试 去访问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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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外部用户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址 已经变成这个原地址 由10.1.1.1 已经变成了202.1 100.1.10 对吧 那么这样看呢 我们的NAT转换成功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show run object 看到这个object show runNAT 看到这个配置的NAT的选项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 show accolette 查看NAT的转换槽位 以及show connection 去看到这个连接信息 那也可以通过FMC 对吧 FMC去查看这个相关的这个事件信息 那么这是动态的PAT的一个过程 OK 我们来看一下 时间几点了 应该来得及 好 我们来添加一下 添加一下 policy 选择policy 选择device 有个NAT看到没 NAT 然后这里有firepower NAT的策略 还有threat defense的NAT的策略 我们添加一个 选择第二个threat defense的策略 那名字呢 我们就叫NAT吧 NAT的policy 对吧 NAT的policy 调用的设备 ftd-1 ftd-1 保存 好 刷新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olicy assignment 指定 已经指定到我们的ftd-1了 然后呢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rule 只有一个NAT的规则 可以吧 Description Type Source Interface Object Desination Interface 然后Original Source Original Desination Original Service Translated Source 以及Service 还有一个option 这里呢 都是关于NAT 这个规则的一些参数 我们都可以去调整 那么三个 一个是NAT的route before 一个是auto NAT的route 一个是NAT的route after 那么我们这里创建一个 给大家演示一个动态NAT model呢 是menuNAT的route 手动的添加NAT的规则 可以吧 那么类型是static 静态的NAT 那么我们这里呢 添加的是auto NAT的route 自动的NAT的规则 然后呢 再选择dynamic dynamic ok 那Interface Object呢 我们这里选择的是inside 作为原 outside呢 作为目标 好 那转换后的地址是ftd outside的结构地址 对吧 结构地址 这是我们需要做NAT转换的区域 先添加好 之后translation sauce original sauce 这里你可以点下达选项 当然我们sauce 是line inside subnet 10.1.1.0 24位吧 ok 当然你也可以添加一个需要做NAT转换的网段 的network的object 都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这里定义好了 直接选择就可以了 那目标呢 translation的translated source呢 我们地址 我们可以做一个destination 为interface ip 可以吧 当然如果说你想转换后的地址 是不是我们的结构地址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里 可以重新去定义一个rp地址 也可以重新去定义一个network的object 去包含我们的转换后的地址 都是可以的 那我这里呢 选择的是destination的interface ip ok 当然这个什么 呃 原端个号 目标端个号 我们也是可以转换的 也是可以转换的 当然旁边呢 还有一个pat的po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做这个动态的pat 啊 这个这个pat的po 所以说呢 这里是没有没有添加的 还有advanced 是不是要启用这个什么呢 dns的rewrite dns的rewrite ok 那么默认是没有打勾 没有启用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勾上 可以吧 也可以勾上 好 那么这个动态的pat呢 就添加到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项 动态的inside to outside 10.1.1.0.0.20位 到202.1.0.1.0.10 转换后的地址 ok 当然端总号都没转 服务也没转 对吧 只是做了一个其余rp地址的转换 好 我们save一下 保存一下 ok 部署一下 可以选择这里看一下 是不是nit的policy ok man deploy一下 man deploy一下 好 好 做完 補出完之后我们进入到车里里边看一下 show run nit 是不是添加了一个object 然后针对内部用户的网段 去往外部用户的网段 实现一个动态的interface 对吧 转换后是使用了 outside的接口地址 然后show run object 可以看到我们添加到object ok 那么这是关于nit的配置 然后这个show running object以及show run nit呢 我们在经典防守墙呢 也是这样去查看 只是通过命令行序配置 但是呢 在ftd呢 我们实现的是通过图形化界面去操作的 那效果是一样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show aculet 好 当前呢是有一个aculet的 对不对 好 小s 是不是代表着static 小r呢 代表的是polomap静态的pt 然后我们实现的是 这个 哎 不对啊 这个是有问题的 看看 这个是动态的 做一个动态的转换 动态的 这个是转换后的 转换后的 转换后的 OK 然后呢 再来看修connection看一下 这个不对啊 aculet 不对 这个是默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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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默认的 OK 那么代表的是inside 好 这是一个ssh ssh ssh 是inside接口地址 这是一个任意的一个地址 就木超市 这是一个默认的 当然我们动态的pt还没出现 那动态pt呢 这个flag位呢 应该是小r 小i 小r代表 podmap 小i呢 代表动态的 对吧 也说现在我们需要去触发一下 触发一下这个nit的选项 那修connection呢 也没有 我们来触发一下 好 怎么去触发 inside去访问outside 我们去telnet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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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酷一下 看一下原地址有没有变 就变了 由原来的re的是不是10.1.1.1 原地址变成了2.2.1 然后我们再去fftd上去看connection 这边有了 再去看actlet ok 好 我们再来看 connection 先研究一下connection 随机高端口内部用户去访问3.33.23号端口 ok 那么x是什么玩意儿 好x做了一个nit的转换 修Connection Detail看一下 是不是又出了一个X Procession 对不对 Actlet OK 好 UIOXN 所以说这几个flag位 比起我们经典的防火墙还是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OK 要能看得明白 然后 修Actlet 看一下 修Actlet 现在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小I小I的动态的PIT 那么 10.1.1.1 一个随机高端口 去防卧外部运货 原地址变成了202.1 百点1.10 1.10 端口号呢 依然是原来的端口号 对吧 那么超时间30秒钟 动态的PIT的超时间30秒 对吧 OK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 动态的PIT 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 什么事件分析器 查看这个Event 去看一下这个事件信息 好,看到10.1.1.1 去访问3.3.3.3 OK 然后呢 Respond country USA 标识出USA 这个本馆啊 这是FMC的一个检测 那么inside到outside 一个44572 一个随机的高端口 去访问目标端口 OK 好像这里没看到这个转换后的地址吧 只是一个连接的情况 只是一个连接的情况 那有没有 只能看到一个连接的情况 当然我们看一下这个详细信息 这个还 看一下这个详细信息 这个好像看不到这个AD装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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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在这呢 好多呀 对不对 怎么自结束 对吧 然后数据包匹配 然后这是FTD1 在这设备inside到outside 之后呢 通过的是access rule inside到outside 基于这个secret这个策略 来实现过滤 然后调用的策略ftd-2 也可以看这个ftd-2 OK 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更加详细的信息 也可以点进去看 因为我们的这个ftd-2 里边就包含了我们动态的PAT的策略 可以吧 动态PAT的策略 那么这一块呢 是关于这个 事件查看 对吧 验证一下咱们这个结果 对不对 OK 好 这是关于AT的第一个配置 去配置一个动态的PAT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然后呢 之后我们会给大家演示静态的PAT 静态的AT的配置 那么当然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说了 今天就到这